来 爸 你可真行啊 用这招把我给逼回来 我不逼你行吗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爸爸吗 爸 我是真的不想继承你的内衣公司 你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 这是又辛苦又不赚钱 这都几年了 你说你写的那些小说有用吗 这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文字是有温度的 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 他可以温暖每一个孤独的人 挺高尚啊 大冬天都不穿衣服读小说 能温暖吗 我看还不如穿个那遗滚 可是我能从写作当中 感受到快乐呀 终有一天 我会将这份快乐 传递给我的读者 这是我的梦想 梦想能当饭吃吗 你看看你现在瘦的 就像这根筷子似的 小说爸给你养的白白胖胖的多好 哦 爸 那你也不能威胁文学网 平革了我的小说呀 这叫残住 爸 你让文学网把我的小说恢复了吧 让读者看到多不好啊 就你那几个读者能养活你吗 整天摘在家里写小说 小说也没火 对象没找到 头发没少掉 这次回来就别走了 看那个继承的事办一下 爸 爸 女婿会有的 小说也会火的 你再多等个两年 你想都别想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们两个白纸黑字句 是立下字句的 那咱们今天就立下字句了 三年为期 三年之内 我将带着火遍大江南北的作品 和帅女婿荣归故子 否则 我就回家继承家业 好 那我就等你三年 我 你怎么还留着呀 我是那么好胡佑的吗 闺女啊 现在是法治社会 这妇女之间的协议 她也得有充趣的 当初不是闹着玩的吗 您干嘛要当真吗 别跟我插一话题啊 现在距离三年之约 还剩三十六小时 我是真的不想继承你的内衣公司 更不可能放弃我的小说 再说了 我早就有男朋友了 我们正打算结婚来着 那好啊 爸也不是不讲理 你给我找一个 让我满意的女婿 这才行 否则的话 时间一到 协议生效 到时候股份转到你的名下 你想不继承 难道不好使 三十六个小时 我上哪儿 倒计时开始 爸 你怎么能这样啊 你看你看 你知道那是谁吗 是啊 她就是苏总的千金 被来的内衣女王 真的假的 真的 内衣女王苏健安 被衣女王苏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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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您请坐 我是陈璇璇 咱们陶然文学网的作者 也是社长的助理 陈小姐 我知道你 陶然文学网的言情女王 你可真是全才啊 谢谢 陆总 我上一本小说刚刚完结 是女品小说榜的第一名呢 你有看过吗 陈小姐 陈小姐 我们陆总很忙的 社长什么时候到呢 社长说请二位稍等一下 他马上就过来 我先去给二位期查 请稍等 好 谢谢 你找谁啊 你好 我是苏健安 我想找一下社长 你就是苏健安 对 是我 你就是玄瑄姐吧 幸会幸会 杜社长今天没有约你 她正在会客 下次再来吧 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你等通知吧 你好 请问您是 你好 我是你们千元的小说作者 这位应该就是社长吧 社长 你好 我听说 您要停了我的小说连载 这才从外地赶了回来 就是想当面问问您 这小说连载得好好的 为什么说停就停啊 这位小姐 您误会了 不就是给了点赞助费吗 你们就这样啊 抱歉 这不关我们的事啊 社长 今天的这个事情 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否则我就跟你没完 陆薄言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对了 林南杀人事件 是你写的 对啊 怎么了 我明白了 你们当初签下我 说是看中我的文笔跟才华 原来都是骗人的吧 怪不得不给我的小说做宣传 是想看我的笑话吧 陆薄言我跟你没完 你看什么看呢 我在跟你说话呢 你赶紧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听见没有你耳朵聋啦 你怎么到现在 还是这么不讲道理啊 我不讲道理 到底是谁不讲道理啊 听了我的小说 还跟我爸一块来设计我 陆薄言我告诉你 你会后悔的 简安 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嗯 太好了 你们两个出来吧 记得请我吃饭啊 又输一顿饭 喂 苏简安 王帅说的话你也信啊 苏简安 该不会你脑子里装的 都是脂肪嘛 我说 苏简安 简安 怎么了 舍不得大家吗 要你一块 有话快说